你会觉得这个地方太过了 这个地方不到位 这个地方同学尝试着怎么做 但没有做到 就所有的一切 你就像一个镜子一样 看到你自己在某一些方面的一些问题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 Audition是要主动出击 还是被动的等待 今天是星期一 我正在去上表演课 如果是第一次看到我这个视频的话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叫Harley 我这是Harleywood的频道 来跟大家分享做演员拍戏 还有洪浪 还有个人的一些生活的一些Block 我每周一和周三上课 在车上跟大家得不得 来瞎聊一些我学习的想法和感受 以及上课的一些分享 作为我自己的一个记录 也同时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今天想讲的就是Audition是要被动的去等待呢 还是去主动的出击 那我可以讲一下分享一下我的过程 我一开始的话 就是通过我们华人的电影圈的这个社交媒体来获得casting的消息 比如说有哪个独立片哪个学生片他要拍片要找演员 他会通过微信群啊朋友圈啊Instagram这些发布出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邮箱和casting director或者说微信啊之类的去跟导演取得联系 然后试镜这样去进行 那后来我有了agent之后呢 那除除了学生之外还是继续是这些方式之外 那其他的一些啊主流的一些广告啊电视电影啊 那就会通过agent来发给我 那一开始的话就是大概会有偶尔会有一个两个 然后曾经到了一个一段时间大概是半年前就比较多了 大概一个礼拜都有一两个 经纪人发给我的基本上都是英文的嘛 所以对我来说我要去准备和去做好这个Audition的时间 花费的时间会比较长 所以基本上一个礼拜有一两个我就觉得已经还蛮多 然后有点啊不啊就说我没有更多的时间才去自己去找一些试镜的机会了 那后来就是这样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后来不是那个呃编剧罢工吗 然后现在演员工会也在罢工 那也影响了一些agent这边发过来的一些啊audition 呃所以现在的话就比较少了 那后来就就还是在等待我没有自己去主动的去呃在那些平台 那个什么actor access和呃 la casting之类的去寻找那些机会呃 呃backstage这些都是可以的 呃我曾经试过一两个backstage比较容易 因为他的budget都比较低 然后啊pay的也比较少 所以的话你基本上有一些啊不是很大的呃project的话 你去寻寻的话基本上会有机会获得呃audition或者说callback的机会 但其他的是那个actor access和network呃casting network这些呢就相对来说就比较难 因为这个面对的演员会比较广很多很专业啊 数量也很庞大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库里面 那我也试过去自己寻寻过一两个很少非常少啊 然后时辰大海就一点消息都没有就连试镜发这个啊self take的机会都没有 那后来我就没有再去尝试过后来跟同学交流之后有一个同学他告诉我 他曾经在过去的有一段时间的两年内他每一天都在发这个神秘这个啊 呃去application就是他看到合适的角色就发每两年内每一天都发 才让他在那段时间拍了挺多的戏 那我后来想想我是不是现在比较少吗 那我是不是也需要这样去做呢我在想 后来呃那个actor access他是呃除了你的年费之外之外的话 关于summit的话agent给你的是免费的agent发给你的话你再去summit是不用花钱的 但是你自己去发的话是要花钱的一个月要9块9毛9 那我一直就以为哎懒得去弄然后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搞 现在我觉得一定要主动的出击了 所以我就交了这个费每个月9块9毛9然后开始去summit一下 然后前两天summit了两个没有结果 所以说明这个竞争还是很大的 特别是现在各方面在罢工那更多人去争取这些独立片和一些low budget的一些片子 当优年的这些片子 所以我的建议呢就是啊我觉得要主动出击好一点 主动出击的话虽然也挺难的 可能你发了10个只获得了3个或者2个的试镜的机会 你会有点沮丧会有一点挫败感 但是呢呃谁知道呢也许你啊这样扩大了你的试镜的范围 也许哪一天你就拿到一个你也很满意 然后也非常棒的一个项目是吧 这样的话呃就算一个呃就算都拿不到的话 那你至少在准备的阶段去试镜的时候 你是一种练习吗锻炼被动的等待的话 那当然就是会啊比较少 除非你已经很出名了啊 都是别人来找你那是另外一回事 呵但至少我们需要练习 需要啊不断的操练和获得更多机会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去主动的去呃去发申请 今天的话是我们这一场第一场新的呃 课的最后一节老实说的是最后一节 然后从下一节课呃星期三的这一节课就会进入下一个阶段 然后也是有新兴的心 那我们期待吧 待会今天上课看怎么样 呃内容是跟之前一样的啦 看看有什么特别 学到什么东西或者看到什么东西 跟大家一起分享 上网课了 然后今天的课也比较紧凑 然后你知道今天是那个John过来了 然后他在七点多发了一个email好多人都没有看见 然后要求我们希望我们早一点到去开始repeat 然后接着他会来啊介绍下一个课程就是emotional preparation 那幸好我没有迟到很多哈 之前几节课我都是迟到二三十分钟 然后到那的时候他们已经在进行了很久的那个reputation了 然后接着就老师就讲了一下reputation的一些旧的以前都讲过了 只不过重新强调一下 然后接着就介绍这个emotional preparation 那讲的这个是啊下一节课的呃要准备的东西 因为之前的就是啊我们做了reputation 然后接着做了activity 你真实的去做你的事情 真正的认真的做你的事情 然后接着是repeat加activity加上sing 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开始你要做这个情绪的准备了 情绪的准备的话就是跟观众见面之前的那个时间段 你是在做这个emotional preparation的 比如说打开这个门进来之后 你这个情绪就要留在外面了就不能还在准备了 就是你的啊应该就是说情绪是留在你的身上 但是你的准备不要再继续再去准备了 你进来的话肯定会受到这个环境里面的人和所有的一切的影响 比如说你一进来你看到的东西跟你的情绪是不一样的 那你会有变化 然后你一进来有人就叫你去干嘛 或者说就跟你说话 或者就冲过来干嘛的话 你就要真实的去反应了 讲的就是这些东西 接下来就是我们之前每一个人的事情就过一遍 啪啪啪中间没有呃讲解没有评论 然后然后老师全部人讲呃演完之后就总结了一下 从同学里面学到很多东西 你会觉得哦这个地方太过了这个地方不到位 这个地方啊同学尝试的怎么做 但是没有做到就所有的一切你就像一个镜子一样看到你自己呃在某一些方面的一些问题看到别人发这些问题的时候会从这些地方学到东西 今天讲到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说 forget acting no acting 这个虽然是 就是老生常谈了就是一直都在讲表演要去表演是吧 就是说你要真实的在做这个事情你要是这个人物做这个事情 不管是国内的表演体系还是西方的表演体系都是一样的就是说没有表演的痕迹 但是为什么又叫acting呢 因为为什么叫表演呢 这是一个名词而已啦 我们这个工作和这个事情是acting或者是演戏表演 但真实你在做的时候你就不是在表演在做该做的事情和该说的话情绪所有的都是包括一些比较夸张的比较极端的东西比如说发脾气呃哭啊喊啊这些东西就特别要注意就说你更加要自然 你不能说你没有到达这个情绪的时候去做那个事情比如说你根本你这个你都没有到达哭的这个情绪 你就哭出来你就假装挤出了眼泪或者说怎么样哭出了声音这会看起来非常假啊 比起你正常我们说话的时候某一些地方的假会更夸张更放大 所以这种东西就要避免你要一定要把自己丢到那个环境里面去让他自然的去产生如果他是这样他就会哭你就自然的去哭甚至还要去压去忍呃要演哭就不要哭这个说的有点反过来哈但事实上就说你不能太轻易的去表露出来 或者说是不自然的表露出来而是要由内往外的去呈现出来今天就分享到这 不及时就说文字幕停止在底下 是否认诡划 记得快一点点 不及时就能更为能不能复充每天的地方 感谢观看